很高興今天來到再看到這本很完整的白皮書 因為我在台北市政府擔任副市長的時候 我是主政有關社會局的業務 所以各位所提出來的很多項目 台北市政府有一些已經做了 可能做得還可以更精進 第二就是有一些各位的期待 我相信大部分的內容 我個人認為應該都是合理可執行 既然是合理可執行 要怎麼執行 要怎麼做 我想主要的回應 主要針對今天的白皮書每一項大概簡單的先做一些回應 第一個有關台北市的室友地 是的 台北市的室友地本來就應該屬全體市民共有 我在市政府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 就是盤檢台北市所有的公共場域 因為我也監管財政局 所以最近我們因為相關的區民活動中心回收的問題 所以我們已經收回了大概四五十個空間 那這四五十個空間我們都在請各單位 在徵詢他們的需求 所以像社會局 它有來要了非常多的 包括做日照 做共產據點 它其實在公有場域裡面 其實我們都目前都在盤整 那另外我們也正在盤整 臺北市所有將來可以興建住室型長照機構的地方 那現在大家也看到 我們臺北市在某些學校的閒置空間 現在也希望它能夠轉型成為日照中心 也就是說 臺北市的這些公共場域 如果現在是閒置 它就應該拿來作為相關的設置 能夠臺北市寸土寸金 包括民間要設日照中心 或者是住室型長照機構 其都面對到房價跟戶價的問題 所以現在盤點這個部分 在現有的狀況下 我們會盡量來做 這一點我們是 第一個 我們現在就可以承諾 那第二個部分是有關監護人 監護 監護宣告 這個是目前為止 法令上是要求市政府要做監護 監護宣告的這些相關的監護人或輔助人 的確在政府人力有限 或者是委託相關的民間單位來協助的時候 可能會造成它管理上面 我自己也擔任律師 所以有很多類似的案件 其實到社會局以後 可能它也沒有辦法 照顧得像大家 希望的這麼高 而且公務單位 業務本來就很多 所以這部分應該給它專人專職化 這部分我也可以做到承諾 接下去的是 相關合理的經費 跟合理的人力 跟合理的負擔 這個我常覺得我們政府的資源真的有限 有時候真的麻煩各位社福團體幾乎是 像阿信一樣 就是什麼事情都要做 然後資源其實沒有很多 所以這個部分我也認為說 在現有的福利措施越來越多的情況下 其實人力底真的是應該要做好檢討 但是因為相關的所謂的非法定補助 它會有一定的上限 也會有一定的資金的限制 所以每次各位可以看到 像在紓困或者是這次托育好了 因為像教育局 他們教育部就比較有經費 他們就可以提高教保員的這些薪資 就把我們教保員全部都搶到幼兒園去了 所以我們台北市只好自己再加碼 給托英中心老師加薪水 我們才能把人搶回來 所以類似這樣的狀況 其實是一個很不均等 因為教育部的經費比衛福部多很多 這個部分我認為目前為止 市政府大概能夠做的就是盡量做到 讓各個福利設施它能夠均衡的發展 不會因為這樣而偏費 所以經費跟人力應該是一個最重要的要配置 那接下來就是分享的部分 分享的部分就是剛剛講 第一個兒童 兒童各位非常關心 其實怎麼樣讓年輕人在台北 所以願退一結婚敢生小孩 最重要是他能夠養小孩 那兒童的福利 絕對是現在台北市少子化 這麼嚴重的情況下重重之重 那兒童福利從托英開始 那現在台北市在柯文哲市長上任之後 我們開始做大公托小家園 所以開創了托英中心這樣的機制 那這八年來台北市設置了相關的機制 可以讓年輕的父母親讓他的孩子能夠送托 那但是我們現在不單單只是付錢讓或增加經費 讓家長減少負擔 其實更重要的是托英中心的品質 各位前一陣子 這幾年都看到有一些托英中心的 因為小寶寶是不會說話的 所以他們可能有一些虐嬰的行為 所以產生了非常多的社會事件 所以托英機構的品質是我們更重視 所以台北市社會局我們做了一件事情 我們希望能夠提供九任獎金 能夠增加他的薪水 不至於讓老師們他們有後顧之憂 所以提升教保的品質提升托英的品質 這個是台北市一直以 因為在我們這邊工作 我們的物價跟房價相對比其他限制高很多 所以我們也希望台北市老師的薪水 教保人的薪水 不能夠讓他產生他可能相對他沒有辦法負擔 所以台北市有一個鼓勵機構 至少要達到一定的薪資的情況下 我們會給他一些獎金跟補助 甚至給他硬體的補助 那接下去是弱勢的兒哨 弱勢的兒哨其實在台北市目前為止 當然客戶照顧應該是有配置 可是剛剛各位說的就是 有一些地方可能配置上沒有那麼完善 所以這部分的增加 因為我們台北市的資源相對豐富 我認為這部分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另外兒童安全 剛剛也聽到李長講的就是 其實通學的安全可能是我們在少子化的情況下 我們更應該去保護孩子們的健康跟安全 所以通學跟相關交通事故的研究 如果上學過程中都不能安全的話 造成了各種事故 我想這個也是我們願意看到的 所以兒哨的安全可能會是 在少子化的情況下我們必須要去面對 而且可能要去特別注重 另外青少年部分 青少年部分 因為我擔任相關的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所以包括少子會 還有我們所有的社補機構 其實我們在青少年 不管是犯罪防治 或者是中碩生的輔導 還有他在學校一些狀況的一些追蹤考核 我相信臺北市目前為止的機制應該都算完整 尤其在學校的部分 那學校以外 現在有很多的中措生中理生 那政府除了追蹤考核之外 其實我們還有各種不同的就業的輔導 那我們自己目前配合的一個不錯的學校是南華高中 南華高中在中措中理的部分 其實有做了蠻多的 我覺得那個部分可以再繼續擴充 甚至可以 copy 到其他的學校 讓學校裡面對於中措中理而不至於變成說是對他排擠 我們希望政府還是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網去接到這些漏網的海底 那有關婦女的部分 婦女我身為女性 台北市很多人都認為台北市沒有弱勢 其實台北市的弱勢還是很多 那她的弱勢是弱勢在她女性在這個城市裡面 畢竟跟男性競爭 第二個她面對的是 她如果自己生育小孩之後 她的工作 不管是能不能六十提心 她的工作可能有被取代的可能性 第二個就是她在這個過程裡面 因為這樣子所以她不願意生養 所以建構一個讓婦女友善的環境 從她願意結婚願意生養開始 我們就應該提供她這樣的一個可能的 讓她覺得沒有後不知有的環境 也就是說在她生養小孩 除了我們勞基法的基本保障之外 怎麼樣讓她的托育成為她可以不用交給父母親 她可以自己帶孩子 自己能夠送到通勤中心 早晚可以自己接送 對一個婦女來說 我覺得這是一件滿重要的事 接下來就是她 托育之後 接下去她的養育 養育的部分 包括剛剛講 從中央到地方其實都加了非常非常多的資源 包括生育獎勵金 然後育兒津貼 現在有公共化的相關的托育服務 那到幼兒的時候還有公共化的目前為止 我們臺北市已經達到七成 我們希望能夠短期之內 我們希望能夠達到八成 那準公共化的部分 大家認為說它是一個假性的公共化 所以怎麼樣把空的餘育空間 再拿出來做後續的這些處置 那政府在拖公托公佑的部分 現在有一個碰到一個瓶頸 我今天要跟大家說 像我們大家認為說公托公佑都很搶手 可是今年很特別 今年的公佑有三百多個缺額 因為公佑的部分大家都知道 它有寒暑假 它也有下午四點鐘之後 它就沒有課 所以其實很多的公佑反而 今年有缺額 那接下來我們應該是說 怎麼樣去提升公佑的品質 或延長公佑的時間 或者是讓公佑能夠在寒暑假 也能夠提供服務 這個可能比新設一個新的公佑來得好 但是所以現在很多家長 他是選擇被靈異的 或者是說準公共化 那最後就是 他如果真的都念不到公共化 我們現在增加強關的 從13660變成希望在明年可以翻倍 用這樣的方式來鼓勵大家 就算念到私立委員 他也可以減輕他的負擔 所以怎麼樣讓婦女可以送托 然後讓她可以安心 讓她不用擔心 我想在婦女政策裡面 這個是最重要的一環 另外性貧教育 因為我也升兼台北市性貧委委會的主任委員 台北市性貧推動應該已經20年了 接下來這個星期又會有同志大遊行 所以對台北市來說 性貧教育就是跟我們的DNA一樣 我們應該就是在每個領域 我們都會盡量去推動性貧教育 那在學校教育裡面 因為我們也 我應該是每三個月會開一次性貧會議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性貧委員 包括很多的統治團體 他們提出的一些相關的 在教育方面的建言 我們其實都有落實在會議紀錄裡面 而且都應該有進到學校裡面 但是各位提到的可能 他就是變得沒有那麼落實 這部分的落實 我覺得還是有必要再去檢視一下 那性貧跟性貧老闆 因為我自己每三個月會 每兩個月都會開一次性貧委會 那性貧委員會的性貧委員在台北市非常非常認真 台北市的所有性貧案 每一個個案都是個別調查 然後個別討論 那每一個性貧案的過程 包括從警察局開始到捷運公司 到整個後續的調查作業 其實對社會局來說 他是幾乎是跟法院辦案一樣的提升 所以在性貧的程序處理 我想台北市應該是做得非常嚴謹 那但是要怎麼樣再去宣找說 不要發生性貧比較重要 還有預防性貧比較重要 那接下去新的法令通過之後 這個法令要怎麼執行 這個跟警察單位跟相關社會局單位 以及甚至在學校的單位 要一起來做整合跟合作 那最後就是社會住宅給特殊經營婦女的部分 這個我覺得之前沒有把它放進社會住宅優先的順位裡面 有點可惜 所以應該是加入在新的社宅 或者是將來的弱勢保留戶裡面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做一個中繼的很好的地方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所以社宅我們接下去 台北市政府也會採取所謂的輪候制 採取輪候制之後就會有一些空缺 然後將來對於特殊經營婦女 我們可以把它納進來 那數位性別暴力 你們建議的這個三級模式 我覺得非常非常有創意 而且是等於是可以從根本來開始 也是從教育開始 然後到市政府 然後到整個社會 我想這個三級模式 我個人是同意的 那另外有關老人的部分 老人應該是台北市接下去政策裡面的重中之重 因為20%以上的65歲的老人 台北市每五個人就一個是65歲的老人 所以超高年社會已經是台北不得不面對 而且必須要面對的現在景色 不過現在的老人 他的身體狀況相對以前 可能現在是健康亞健康的時期 我們希望把它拉長 到他失能或失智 我們希望讓他的惡化延緩 那接下來才是安寧長照 所以針對健康亞健康的部分 台北市政府我們現在正在做的是 高齡前站運動中心 也就是我們希望長輩 因為長輩要去運動中心跟一般的年輕人 使用相同的設備或相同的模式可能不太適合 所以我們先提出了有關高齡前站運動中心 讓專業的年輕人的教練去訓練老人家的運動 所以我們希望將來社區裡面應該是有大大小小不同的老人健身單位 由政府先做 現在十二個行政區已經各一區都有一個 我們希望將來可以設置更多類似的相關設備 另外就是在老服中心的定位 我知道大家在老服中心都非常辛苦 因為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台北市政府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所有的業務其實都會到老服中心 然後由老服中心來做第一線的服務 所以各位講的人力跟物力我知道非常的緊迫也非常的辛苦 而且幾乎是應該說我們的社會局 我常常跟他們開玩笑說社會局就是阿信 那我們的這些委託單位是阿信中的阿信 大家非常的辛苦 增加人力增加經費這是我認為是必要而且應該的 那各管案也就是沒錯 因為現在的案量真的很多 而且大家開始懂得使用床照 因為不斷的宣傳 因為以前廠照設施跟廠照服務 很多民眾是不知道或者是不敢用 或者是不好意思用 那現在因為經過多年的宣導 我覺得已經很多人懂得要用廠照 所以按量的暴增 那我想A單位的量暴增的話 應該是增加A單位而不是讓A單位爆量 然後相關的服務沒有辦法做到很好的評質 我覺得如果A單位已經爆量到這種程度 而且不符合中央的規定的話 我覺得我們當然應該改善 那最後就是失智 老人家最辛苦的就是失智 失智者不是只有他失智 而是整個家庭的影響最大 所以失智的部分 我們第一個就是 現在我們正在做的是 希望把失智者找出來 所以認識失智症 這件事情是宣導上面 一定要先讓很多人 其實他家人已經失智 可是他自己不願意承認 家人也不願意承認 大家就一直很辛苦的在處理不同的事情 這樣的巨馬一再的上演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讓大家認識失智症 第二個 能夠找出失智症 我們透過不同的社區活動 甚至包括請里長他們每一次活動 都能夠去找到一些失智症評估的方式 要評估 因為很多人是羞愚或不想承認自己的家屬 所以很多是要讓他們懂了以後 他們可以去自己看看自己的家屬狀況 第三個 其實我們希望能夠做到的是 照顧失智者跟失智者的家屬 所以日照中心的成立就非常的必要 因為家有一個失智症老人的話 可能整個家庭至少要有一個人辭掉工作 所以對於失智者的照顧 還有現在我們跟各大醫院成立的共照中心 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更多的失智症 他可以提早能夠發現 然後能夠減緩惡化 所以就失智的部分 會是將來長照裡面非常重要的一環 這個失智可能會是我們社會上最大的負擔 另外有關聽力篩解的部分加入到老人見解 我想這個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最後就是新住民的長照 的確新住民他們對於台灣的風土文化 可能沒有那麼的熟悉 所以我們現在在台北市對於新住民 有一個新住民委員會 那我也實問委員 我們會採取的部分就是 透過他們的組織 他們的系統 用他們的語言 包括在防疫期間 我們是用把所有台北市的防疫措施 都透過他們的團體 用不同的語言翻譯給他們聽 給他們看 做成不同的字卡 所以同樣的 將來類似相關的設施設施 我們也應該用同樣的方式 讓更多的新住民了解台北市的政策方向 那最後應該是身心障礙者朋友了 身心障礙朋友的在台北市 第一個這個公約 相關公約的內容公告在網上 這個我想不是大問題 這個一定可以做 另外其實 第二個部分是精神障礙者出院服務 這個現在在台北市有開始進行 現在還是在類似出院準備 也就是在出院準備的計畫裡面 納入這個部分 那因為我擔任社會安全網的副照級人 所以台北市我們也把類似這樣的部分 其實也納入社會安全網的一環 那社會安全網裡面 對於精神障礙出院之後的一些追蹤 跟了解跟關心 這個會放在一起 那一起來做 我想這可能會更晚輩一些 那身心障礙的生育補導 這個可能在之前沒有把它放進所謂的孕婦手冊 也沒有放進我們的孕婦產檢的相關內容裡面 我想台北市至少我們衛生局可以先從我們能做的 把它納入我們的孕婦手冊 然後在聯合醫院可以先做一些推廣 那另外是高中職的特殊教育 的確高中職它的裡面的特教資源相對比一般的 應該是其他的學校或者是國中小可能少一些 尤其是我聽到看到的是好像是客人老師 客人老師可能他沒有受過類似的教育 類似的教育的訓練 所以我想私立高中職也可以有特教老師來做學習 我們應該是在台北市有個特殊教育的資源中心 我想這個部分應該來加強 那最後就是特教科的人事不穩定 這個人事穩定的部分我想從政府的角度來說 應該要盡量讓大家穩定 那最後是我覺得各個部門大家最擔心的是說 其實很多人對於身心障礙的認識不足 所以希望能夠運用多樣的資訊管道 去做認識各類身心障礙的資訊 台北市在這方面目前我們也做了非常多對於身心障礙 包括各種的資訊的傳遞 我想這個部分由政府的部門再來宣導 這個也沒有問題 那最後是部件社區的日照日見服務 的確身心障礙的日照跟長者的日照 其實都是需要大量的人力跟物力 所以身心障礙它還有另外一個特殊的需求 就是可能有臨時的需求 那我們現在這種臨時的需求的機構比較少 那我們之前有一些日照中心 其實台北市配合的日照中心 如果真的有需要臨時安置的話 其實都可以找得到 但是如果就今天大家所提出來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有一個身心障礙的臨時跟短期照顧服務中心 這個部分我覺得可以來考慮 跟現有的機構是不是能夠做一個結合 另外全日型的床位 的確這個是我們現在最缺的東西 就是住宿型的長照機構 住宿型長照機構在台北市要設置上 比其他外線是困難許多的 我們盤點了一些台北市公辦都根分毀的機制 比如說像接下去會有一個水源二三起 他們的公辦都根已經送件 那裡面台北市政府要求的就是回饋一個 住宿型長照機構大概有90床 所以類似相關接下來很多很多的都根案件 我們要求他公益回饋的部分 我們就要求是不是可以做社服 尤其是拖老拖育 那最好的可以給我們一個住宿型長照機構 否則在現有台北市的單獨新線的話 其實是相對困難 那怎麼樣讓這些住宿型長照機構設立完成之後 我希望他能夠有兩個功能 第一個可以做臨時安置的地方 第二個可以做出院準備的地方 因為如果沒有這些地方 其實一出院回到家裡 就是造成家裡很大的負擔 第二個他臨時安置的地方 如果沒有的話可能 比如說家裡臨時有變故 那這些需要照顧的人他沒有地方去 就會成為社會更大的負擔 所以住宿型長照機構的空間 會是台北市接下來很重要的一塊 那台北市經過很多的媒體報導說 台北市的長照寒怪率是全六度最低 我在這邊要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因為衛福部他在做長照寒怪率的計算 他是以有機構跟有使用到長照2.0 但是沒有算到台北市最重要的是 我們有一大部分是因外籍看護工 因為外籍看護工的長照照顧 並沒有算在所謂的六度的長照寒怪率 所以其實台北市還有一塊是 這些長期在協助台北市民 協助他們照顧失智失能長者的外籍看護工 所以這些看護工在台北市的地位 他也是需要喘息 我們現在剛剛講的這些住宿型長照機構 我們希望也給這些要從家裡出來 回到家庭去給外籍看護工照顧的這些人 他可以在住宿型長照機構有一個短期安置 然後可以訓練這些外籍看護工 也就是說不要回到家才開始慢慢學 這個是我們接下去可能在整個長照 從長者或者身心障礙的他的照顧部分 我們希望中間有一個中繼的機構 中繼的機構也需要提供更多的服務 讓家屬可以喘息 讓他的照顧者也可以喘息 那這些短期安置 也是我覺得將來整個老人長照裡面 還有身心障礙的長照裡面 可能我們需要再加強 這個沒有辦法一次到位 但是我覺得現在就要開始做 以上謝謝各位 我們謝謝